难怪有人说,兵马俑是用活人烧制出来的 直到看到这个兵俑头颅才知道 这才是兵马俑原来的样子 真的有点担心,他会突然间说起话来 因为这是自秦始皇兵马俑坑被发现以来 唯一一个颜色被保存最完整的兵俑头部 最终这一发现,也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后来经过专家们使用特殊的药水 才成功地把陶俑原本的鲜明颜色给保存了下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陶俑的脸颊非常红润 眉骨清晰,轮廓英俊,双目有神 跟真人没有什么区别,当年工匠们在制作兵马俑时 把每一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连发际线,眉毛,鼻子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它的颜色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呢 而其他兵俑在刚出土时,颜色都被氧化了呢 由于这个兵俑的头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 可能正好避免了水分的侵蚀,以及周围环境干燥 才使得这个兵马俑头部原本的颜色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因为大部分兵马俑在刚出土时都是五颜六色的 和真人一模一样,据史书记载 当年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按照活人的比例 一比一还原刻画出来的 每一尊兵俑都拥有独特的面貌 以及服饰和姿势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每一尊陶俑都是经过工匠们精心制作而成的 特别是陶俑的身体和头部最初是分开制作的 完成后再进行组装 然后再把它们放入窑中烧制 再用天然矿物制成的红黑绿等颜料上色 但由于当时兵马俑出土时的保护技术并不成熟 才导致了所有的兵马俑在刚出土的15秒内 所有的颜色都脱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全都是土灰色的原因